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叶佩群 从小就从中国到了瑞典 现在也三十多年了 我们瑞典华人总会 是成立在四年以前 现在也三十多个协会在下面 这次瑞典中国节 由我们瑞典华人总会来厨办 中国现在越来越钱大 我们想就把中国好的这个形象 也表达给瑞典人 所以这次我们就把整个古往花园租下来 古往花园也是瑞典住这么一个公园 也是最中心的地方 档次也是最高的 这次我们是纯 就是中国文化节 都是完全我们中国的文化元素 也是最大的一次了 因为这个中国节在北欧也是最大的一次 在瑞典以前没办过 挪威游中古节 但是我们这个规模一定会比它大 这次启动的应该是一年以前的事情了 当然这一年因为我们毕竟是第一次 但是现在看来还是发展得很顺利的 各方面我们几块大的板块 大致都落实下来了 我们上个月就为了这个中古节 就向使馆汇报了一下大致储备的工作 南大使亲自接见了我们 还有文化处的川藏普昌 洋人士都接见了我们一起 是我们也受到很大的鼓励 让瑞典人更了解我们增进的文化 我们现在中国也是很发达的 因为我感觉在这里的 比如瑞典人 他以为有很多人 还是那种对瑞典人的 对我们中国人的概念 还是好像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那个样子 比如穿的衣服可能只有蓝色或是灰色的 所以我们想就把现在的中国介绍给瑞典人 借这个机会 欢迎鼓励的代表团和企业来瑞典 创建我们这个活动 也对他们表示我们最高的敬意 毕竟从中国来这么远 另外也要感谢中国驻瑞典大使馆 他们也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 另外还要感谢各位义务的 为这次中古节的付出 再次欢迎古宁外的朋友 8月2号到4号 到瑞典斯德哥姆古往花园 参加我们这次的盛会 谢谢 11月2号